這是計畫公開展覽的說明會 那我們先介紹一下我們今天出席的市政府的同仁們 首先今天主席是新一局網索的江區長 以及我們杜發局的林局長 然後依順序是我們文化局的曹先生 以及捷運局的黃課長 再來是我們社會局的許局長 以及民政局的加股長 還有衛生局的王檢任記者 那首先我們就依我們的今天的會議的流程 先請主席致辭 兩位局長是福德同仁 那現場的賽場所有的故事大家晚安 大家好 感謝大家今天來播了我參加 我們有關廣司國外願意及福德平宅的公開展覽說明會 那這一次說明會主要是要辦理相關的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那要這樣子的一個程序開了這樣子的說明會 那上一次呢各位民眾參加的這個建議 都發局也都有聽到 那在今天呢也會跟大家做這樣子的一個議題的說明 那接下來我們就按照議程的部分來就進行 接下來是計畫內容的說明 那我們是不是先請我們讀法局的鄰居長先為我們做個解說 主席四股龍仁以及現場的朋友們大家好 整整八十天以前我們這個團隊在這裡跟各位說 今天我們又來了 八十天以後再另外一個八十天我們一定到 那八十天前那一次的議題我們記得非常清楚 那我今天這邊先用一些簡單的示意來做個開頭 這個地方算起來八年未動也就是說從博德BOT案到今天有八年了 更不要說八年之前的半世紀 那各位看到這個圖像的左邊的六棟福德平宅 它是大家的集體記憶 在今年的議會開議第一天市場承諾 要在今年的中秋節先把這個六棟的平宅 要做簡易律化以及最近師傅也做了一個決定 要在最北側會有一個臨時停車場 那我們會先拆除五棟的福德平宅 留下一棟這一棟呢就是西南角 這一棟會納入未來的建築設計 使得福德平宅就是以前的廣詞 是我們的文化地結 那今天是公展說明會的第一次 那各位知道接下來都委會環境評估都市設計審議 一步一步的這是個社會公企的討論 那我們其實有一件事情我們要做的 就像立即的我和議會的議員們有討論 那我得到的指示是除了公共住宅 這裡應該要有一個世界最好的社會服務中心 各位知道其實社服中心是很重要的一個設施 那都發局和社會局密集的工作 我們的概念是這個黃色的區域 這個黃色的區域就是我們的目標 會是最照顧台北市民的社服中心 我們當然也會有一個照顧市民的區公所 各位知道未來當捷運來到這邊的時候 就是這個建築物的北邊 我們會有一棟它會融入未來的建築設計 使得人來了這裡還是一個公園 那接下來我知道大家關心的就是公共住宅 我先用數字來跟各位說明 在數字上這一塊基地它的融積是400% 理論上它是可以容納3400戶 目前呢我們的規劃是2800戶 那大家還是會問 本來不是1500戶嗎 那跟各位說明是本來的基地只有一半 所以呢我們現在基地擴大之後 但是我們並沒有用完未來的法定容積 那市長也曾經清楚的說過 因為各位知道未來這個案子要經過環評 環境評估市長說環境評估說 不適合2800它適合一個數字 那其實這是個社會功績我們會尊重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開始這個過程的當中 未來的基座就會有市府團隊想要做的 育嬰、養老、社區商業等等的設施 它也是一個公園 這個公園未來還會搭配市府的計畫在永春培 它會成為一個私地公園 這個私地公園就是現在的永春培 那未來可以知道當捷運來的時候 這邊交通更方便了 經過松山加商 這個地方我記得幾個月前的時候 我從這邊一路走過來都碰到朋友們 所以這個地方加上市松山 我們的思考是整體一起思考的 那我要時間 我會把時間還給我們的葉家園、葉科長 他今天等一下會給各位作為 都市計畫的公開展覽說明的第一個階段 整個來說 我們今天不是帶答案來 我們今天帶一個建議性的方向 然後我們會一而再再而三的討論 我清楚的跟各位說明一件事情 就是市府工作的態度有改善的空間 我們需要各位的支持 同時我們也會一再的說明 這個是個對話 這個不是一個單向的表述 我把時間給我們的葉科長 謝謝 那接下來我想 我們就先針對整個都市計畫的相關內容 來跟各位做個檢驗的報告